在瑞芳区新峰里的黄金大圣社区 一直以来都有新北市新巴士进出 家会在地上百户的居民 但社区长期以来巷道就比较狭小 所以新巴士在回转上本来就有困难 再加上住户的车辆有时候就停在红线上 更是让新巴士的驾驶更难行 就是因为那个司机一直跟我们住户有抱怨 所以我们才会一直跟那个区公所这边 一直好都说有什么方法可以让三方都双业 我的想法是这样子 然后也解决司机的问题 也解决我们住宿说 我们希望有车搭嘛 对 所以才说那有没有情况 让司机来试试看 可是因为也是司机让他们来试 也是他们回复也说不行 这里不行 那也不行 那我们知道黄金大圣这个社区 长期以来它的巷道相当的狭窄 所以在回车的上面 有时候都会碰到一些民众的一个围停 造成这个新巴士的司机很大的不方便 而且也容易造成一些危险的一个部分 会在新峰里的黄金大圣社区住户达400多户 居住人口众多 因此多年前 新北市新巴士也协调开进社区 让居民可以方便搭车 但因为社区巷弄狭小 加上车辆停放乱象 让新巴士驶入社区常常卡卡的 今天相关单位就到现场会刊 也寻觅了一块空地要来作为新巴士的带转 及上下课区域 那今天经由现场的会刊 我们获得目前我们所在的这块地呢 停车场业主的一个同意 那也感谢他愿意协助帮忙 未来我们的黄金大圣的新巴 可以经由这个停车场的柵栏进来以后呢 在这边上下课 然后呢也可以在这边回转 我想对未来整个黄金大圣所有的社区民众 搭乘新巴有一个好的一个据点 然后呢让新巴的司机呢 在行车上也可以更安全 院服务处表示 今天会看邀请相关单位来现场讨论解决方法 现场看中社区警卫室旁的停车场 空间够大可以作为临时停放乘客 还有回转的区域 而地主也大方同意出借场地让新北市新巴市可以使用造福社区居民 谢成为瑞芳采访报道 即使现在已经进入秋天 但气候依然高温炎热 环境卫生问题也很重要 为了预防灯隔热 个礼配合环保局每年的全区消毒工作 第三阶段已经陆续展开 而在4号上午就在侯童地区进行消毒工作 里长也特别带队到大街小巷都消毒 维护环境清洁 因为蚊虫灯隔热这个问题一直持续 几乎是说整年度 那在秋季也会排斥灯隔热消毒 今天进行里内消毒 昨天广播请大家把衣服收起来 然后也要做好那个沟渠啊 以及有那个积水容器啊 都先把它处理掉 以免呢 灯隔热爆发 那影响到里面的健康 瑞芳区全区大消毒 往往在每年都会有三次 而今年第三阶段 在这一两个月已经陆续展开 要深入邻里社区大小巷弄 针对居家外围水沟防火象喷洒消毒水 4号上午消毒人员来到侯同地区进行消毒 因为我们这边属于山区 不管是蚊虫方面 或者是说我们最怕的啊 那个蜈蚣啊 还有一些那个我们讲的蟑螂那些部分 都都藉由这次的消毒 那我们就是很感觉一连串的卫生 卫生我们的防疫线 那我身为我们这边公桥里的黎民 我也是深感荣幸 每次的消毒呢 清协队所带领的团队出来呢 都尽心尽力的做好每次的工作 不论是在海边 不论是在山区 他们都做了尽善尽美 那在此我们也代表所有的里民 跟他们说声谢谢 辛苦了 公桥里长就说 一大早就协助带路 进行全力的消毒工作 配合新北市政府环保局 进行全区消毒 预防登革热 居民也说有消毒真的有差 居家环境卫生也变好了 杰成威 瑞芳采访报道